听故事学中文,听得越多,学得越好。 1.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谁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猪八戒,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猪八戒是谁? 猪八戒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人物。 猪八戒的朋友是谁? 猪八戒的朋友是孙悟空,沙僧和唐僧。 唐僧不是猪八戒的老师吗? 一师一友嘛。 嗯,也是老师,也是朋友。 还有一条白马。 哦,白龙马。 猪八戒做什么?里外不是人。 照镜子。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猪八戒照镜子。 里,镜子里面是人吗? 镜子里面是猪啊。 不是人。 对。 镜子外面呢? 也是猪八戒啊。 镜子里面和镜子外面都是猪,都不是人。 没错,里外不是人。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这个什么意思呢? 嗯,不是人就是别人很不喜欢你。 如果一个人非常不喜欢你,非常恨你,觉得你很讨厌,就说,那人,他不是个东西。 他是个猪八戒。 有的人会说,如果有人很不喜欢你,说是个猪八戒。 我会说,我会说,我们工作那个地方有个猪八戒。 有个同事,你很不喜欢是吧,你说是个猪八戒。 没错。 所以,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比如说,A有两个朋友,B和C。 B不喜欢C。 A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B不喜欢A。 C呢,也不喜欢A。 哦,所以里外不是人。 对啦,所以B说,A,你不是人。 C说,A,你不是人。 所以A,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哦,你让我想起来了。 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呃,有很多城市的房子非常贵,对不对? 嗯,房价高。 对,房价很高。 嗯,房价高。 然后呢,这些做房子的人。 他们叫开发商。 对,开发商。 然后他想,房子很高,我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呢? 那我降价吧,我让房子便宜点,就有人来买了。 可是这样做的话,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呀。 对啊,因为以前买了房子的人。 说。 他非常不高兴。 对啊,我刚买了房子,你怎么就降价了? 但是,如果他不降价呢? 那些想买房子的人就会说,这个开发商,真是非常贪婪。 你房子这么贵,我怎么买得起? 嗯,所以他们做何都不是人,对不对? 对,不管降价。 还是不降价。 别人都不喜欢他。 里外不是人。 没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二,猪八戒吃人参果。 全部之滋味。 猪八戒吃什么? 人参果。 人参果是水果吗? 对,是一种非常非常贵的水果。 这种水果,你吃了一个,你就不会死了。 哦,所以是西游记里面说到的一种水果。 对。 这种水果应该不是真的。 对。 人参果很珍贵。 非常贵。 很珍贵,所以要慢慢吃,对吗? 没错。 可是在西游记里面呢,猪八戒是怎么吃人参果的? 他吃得很快很快。 所以他吃完以后, 都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吃没了。 所以叫,猪八戒吃人参果,全部之滋味。 猪八戒吃人参果,全部之滋味。 他不知道人参果的味道是什么,是甜的呢?还是酸的呢? 有多好吃,他也不知道。 对。 那这个西游就是说,一个人吃东西,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给这个人吃。 然后这个人呢,没有慢慢的品尝,没有珍惜它,然后很快的就吃下去了。 所以这个人没有体验到这个东西好吃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如果下一次你给一个好吃的东西,给你的朋友吃,然后你的朋友没有好好地珍惜,然后吃得很快,然后也没有告诉你很好吃。 然后你就可以开玩笑说,哎,你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全部之滋味。 全部之滋味。 白给你吃了,都喂猪了。 哎哟,看你朋友会很生气的。 好,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猪八戒,背媳妇,舍得花力气。 猪八戒,背媳妇,舍得花力气。 你记得看西游记里面有一集是猪八戒娶媳妇吗? 对,我记得。 猪八戒嘛,在西游记里面把它刻画得非常丑。 而且很胖。 对。 很懒。 对,所以她走起路来就呼吱呼吱的,就已经很难了。 对。 然后有一集是说她相中了一个非常貌美的年轻女子。 她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要和她结婚嘛。 对。 然后这个女孩子说,你要背着我回家。 那猪八戒那么胖,她那么懒,她怎么会去背呢? 可是她也想背啊。 因为她想要一个媳妇啊。 所以她是? 猪八戒背媳妇,她不在乎累。 她舍得花力气。 对了,舍得花力气。 所以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你舍得花力气的, 是你不怕累也想做的, 你就可以说是,这个人猪八戒背媳妇,舍得花力气。 对。 虽然这个事情不容易做不好做。 而且你可能也不愿意帮别人做。 但是你做了。 但是你自己做了。 但是你自己做了。 你舍得花力气做。 对。 我们看第四个。 四。 猪棚狗友。 猪棚狗友。 我们以前讲过一期节目是关于狗的西语, 里面也说过狐棚狗友,对吗? 哦,所以猪棚狗友和狐棚狗友意思差不多了。 对了,一个意思。 就是猪狗朋友。 嗯,说猪狗不如,就是说你结识了一群不太好的朋友, 他们会教你做坏的事情。 哦,就是不好的朋友。 让你变成坏人。 对。 对了。 猪棚狗友。 那你有没有猪棚狗友? 哦,你算是一个吧。 好吧。 好,第五个。 人怕出名,猪怕壮。 人怕什么? 出名。 人害怕变得很有名, 人害怕变成巨星。 对。 那猪怕什么? 猪怕肥啊。 怕壮,是吧? 对啊,猪怕长得更胖更壮。 因为如果猪长得很壮了, 他就要被杀了。 对。 被吃了。 对啊, 杀猪的人就是挑那个最胖的猪来杀。 对。 那人为什么怕出名啊? 嗯,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太好, 太有名声, 太有名气, 其他的人会不喜欢你。 他们会嫉妒你,是吧? 对。 比如说你是做医生的, 然后你做得很有名, 所以后来所有的病人都去看你了。 那别的医生还有病人吗? 没有病人了, 别的医生就没有工作了, 那他们就会去害你做不好的事情。 嗯,在背地里陷害你。 没错。 嗯,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 是树大招风。 对, 树大招风。 就是说如果这个树很大, 它有很多很茂密的树枝, 然后呢, 你风刮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这个树在摇啊晃啊。 对。 别的小树你会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在摇晃, 对不对? 对, 就很容易倒了。 对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 枪打出头鸟。 枪打出头鸟。 这也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相似的习语。 好, 所以是人怕出名, 猪怕撞。 猪怕撞。 六,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什么意思?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就是说, 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 可是我听说过它。 啊, 你看我这大衣, 五万块钱。 哎, 你再看我这皮裤, 两万。 再看这双鞋, 三万。 哇塞, 真有钱。 嗯, 看这牌子。 这牌子你可能不知道。 千, 这不就是LV嘛? 哎, 你知道呀。 我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嘛。 哈哈, 就是说, 它虽然自己没穿过LV的衣服, 那我也没穿过了, 但它没穿过, 可是它听过这个牌子。 对。 所以叫,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嗯。 七, 猪鼻子上插葱, 装像。 猪鼻子上插什么? 葱。 大葱。 对。 哦, 我知道了, 猪鼻孔很大, 所以猪鼻子上要是插两根葱的话, 那它看起来就跟大象似的。 对, 象的那个象牙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 一个人想装作另一个人的样子。 对。 对吧。 装起来很酷是吧。 哦, 哦, 哎, 那我要是真穿上一身这个LV的皮衣和皮裤, 还有皮鞋的话, 然后我扮成Lady Gaga的样子, 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 你猪鼻子上插葱, 你装像。 对了, 那我是猪, 可是我想装成Lady Gaga的样子, 我想装像嘛。 你不是Lady Gaga, 所以你装成Lady Gaga的样子。 对啊, 所以那就叫猪鼻子插葱, 猪鼻子上插葱, 装像。 也是朋友间开玩笑的一句话哈。 没错。 那第八个。 大白菜被猪拱了。 什么被猪拱了? 大白菜, 非常新鲜, 非常好吃, 非常绿的大白菜, 被猪拱了。 大白菜被猪怎么了? 拱了。 大白菜被猪拱了。 对啊, 你知道有时候种那大白菜地咬, 你睡了一觉, 再起床, 第二天早上一看, 没了。 或者说, 全坏了。 哦, 因为你的大白菜被猪拱了。 对, 不知道谁家的猪跑到我的白菜地来, 把我的白菜给拱了, 给破坏了。 哦, 那现在我们怎么用啊? 就大白菜嘛, 就是很好的东西啦。 然后呢, 猪嘛, 就是很多人不太喜欢的动物啊。 对, 很脏。 就是很好的东西, 被很不好的东西给破坏掉了。 我记得好像中国人, 从前, 现在也有人会说, 就比如说, 一个不好的人, 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 那就说, 哎, 好端端一个姑娘, 哎, 大白菜被猪拱了。 哈哈哈, 好吧, 我应该不是猪。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吧, 好吧, 我看第九个。 你妻子肯定是大白菜, 因为你, 你不敢说你的妻子不漂亮。 哈哈哈, 没错, 但我也不是猪。 希望你是肥料, 不是猪。 哈哈哈, 第九个, 死猪不怕开水烫。 什么样的猪不怕开水烫? 死猪, 死猪不怕开水烫。 死了的猪? 对。 死了的猪当然不怕开水烫了。 那什么猪怕被开水烫? 活猪, 哈哈哈, 哦, 所以, 死猪的意思就是? 就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猪, 这个人呢, 他已经不在乎了, 无所谓了, 想怎样就怎样吧。 哦, 比如说一个人, 他做了很多坏事, 被抓进了监狱, 他已经去过七次监狱了, 然后昨天, 他又被抓到了。 所以啊, 他已经是死猪了。 死猪就不怕警察了, 也不怕这些惩罚了, 就可以说, 哎, 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嗯, 所以这些关于猪的习语, 和那些关于狗的习语, 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点吗? 好像都不是很好哦。 都不是很积极的, 对不对? 对, 都是关于猪的不好的东西。 对, 好像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说, 这个, 中国的文化里面, 都对猪这种动物的一种态度。 偏见。 对, 有很多的偏见。 没错。 但是, 特别尊敬猪的。 那你知道, 在中国, 中国社会里面, 吃猪肉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对, 我们从小到大, 我觉得我自己的家, 还有我认识的所有的亲戚啊, 朋友的家, 就是家里面吃猪肉的是, 吃的猪肉是最多的。 对, 吃的猪肉是最多的。 吃的牛肉很少一点啊。 对, 但中国有很多的清真餐馆, 就是给穆斯林提供的, 对不对? 因为穆斯林是不可以吃猪肉的。 嗯, 没错。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 虽然很多中国人创造的这些喜语, 是对猪不是怎么待见, 不是怎么尊重的。 可是呢, 大家会觉得猪年出生的人, 或者说属猪的人, 是有运气的。 对, 有福气的。 有福气的。 因为猪吃的肥肥的呀。 而且每天就是吃啊, 睡啊, 然后不用担心什么, 操心什么,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生孩子, 喜欢选在猪年生孩子。 哦, 对, 对, 什么金猪啊, 银猪之类的, 好可爱, 大家就觉得好有福气哦,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蛮好玩的。 又是一种矛盾, 对吗? 对。 好啦, 那我们最后再一起复习一下, 这几个关于猪的喜语吧。 好, 第一个。 一, 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二, 猪八戒吃人生果, 全部之滋味。 三, 猪八戒背媳妇。 舍得花力气。 四, 猪捧狗友。 五, 人怕出名, 猪怕壮。 六,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七, 猪鼻子上叉葱, 装像。 八, 大白菜被猪拱了。 九, 死猪不怕, 开水烫。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关于猪的西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上帮助我们, 也欢迎您在iTunes上继续给我们一些好评。 我们看到好评越多,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听故事学中文这个节目。 同时也欢迎你们在Patreon上支持和帮助我们,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能飞得更高。 像猪一样高。 飞得像猪一样高。 那在这里呢, 我们听故事学中文, 也想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猪是顺利。 猪年打击。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新年快乐。 因为消散了很多, 請用